作为一个修行呢 你首先得有感恩性 要释放供养 大家这么多人来成就你 师父来这么辛苦的待你 还有这么多师兄道友 这么多人来成就你 你不感恩呢 还不到恩嘛 你就光看过世 我们要这样想 诸佛菩萨 上师三宝 还有这么多师兄道友 还有这些居士释放的供养 来成就你这辈子的修行 你自己也不用去劳作 不用从你来越去赚钱 多大的福报 你不懂得感恩那还行 感恩那这个感恩也行 这个机会多难得 你这个进取心 惭愧 这样的话你有了这个三个心 你就看不到道友的过失 你也没 你这个脾气都发不起来 你还有时间 你还有那个 你怎么可能 是吧 就跟道友去 就耍横啊 来发脾气啊 或者是自以为是 在那里 生团如果不合合就不是生团 不是生团 你不就龙天护法就跑了 对吧 你要记住 只要生团不合合 第一件事情是龙天护法不护了 就走了 你看你想想 你追过一步了 你看不到龙天护法 你们是不知道的 反正你 你这个感觉一良好起来 护法不知道在哪 自己就 好像你就是伯伏在那 龙天护法都不孤 你就完了 这个外魔就要入你的心了 我们为什么 护法是特别重要的 一定是靠护法 没有护法 就像一个社会 没有警察一样 不光是警察呢 还有更多的警察 还有这个外户呢 你这乱套了 这个护法 这个太重要了 我特别是高级的护法 保护我们的心了 这个护法 一离开外魔就入你的心 外魔不入你的心 你自己是不知道 这个一旦魔入了心 你自己不知道 很可怕 他自己是不知道 他哪里知道 他觉得他天皇 你怎么会有点好呢 我先去她 我先去看 我先去看 你怎么会有什么 我先去看 我先去看 你怎么会有什么 我先去看